精神病病人 在神智不清 不能集中精神念佛念经之状况下 有何方法可以令其清醒 有些私兄说 可以求助于神婆 可以融通吗 病人时生患觉 难难自语 无断发酵 动作莫名其妙 这些实在是很可怜 几乎到处都有 在中国在外国 我们所到过的地方都遇到过 这个是业障神种 凡是这种病 这是古道德常主我们说 疾病的根源有三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你的饮食 这个忽略了 所以是病从口如啊 你吃东西不精神 不如法 从饮食上的病 第二种呢 这叫生理的病 这种病容易医治 遇到好的这个医疗啊 很快可以会复悦 第二类叫鸢业鸢 鸢家对头 这是鬼神复神 你自己做不了主 你的神志完全被这个 灵鬼控制 这种人很可怜 很多 这一类的病呢 医生没办法 他不是身体的病 所以精神病的这个 很多是属于这一类 这一类病呢 要调节 要跟他的冤情债主调节 如果他同意了 他离开了 你这病就好了 那么在唐朝 雾达国司 他害的那个人面床 就是水这类 那么加诺加增哲 给他调节 慈悲三味水灿 这样留下来 调节他同意了 他离去了 你这病就好了 要用真诚心的 自己修计的功德 回向给他 得个心 第三种是自己的业障病 或是过去生中 或是自己在这一生中 造了很多物业 这个病是最难治的 既不是身体的病 又不是孕医 所以医生不能治 也不能够化解 但是还是可以 忏悔 真正忏悔 忏处业障 你能够恢复 所以像这种情形 那就是双管齐下 一个是用调节的方法 一个是用忏悔业障的方法 但是他被控制 他神志不清 他自己不知道忏悔 自己不知道忏悔 别人没办法代替他 是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初步就是要调节 看他是不是有这个 这个这个 灵归附身 先化解 让这个附身的离开 然后再叫他忏悔 这才能恢复 否则的话 很难 一送到神经病院 那就是一天办法都没有 在外国这种情形 很痛 学佛 学了几年了 这变成神经病 住到神经病院 非常非常可惜 所以有些他们加清卷说了 我问他 我问他 这个得神经病的人 是不是喜欢神通 是的 是不是喜欢感应 是的 喜欢神通 喜欢感应 这是媒介 很容易 那就麻烦了 不相信政法 不读经典 不受识政法 喜欢搞神通 喜欢搞感应 很容易堕落 真正从经教上 从有好的老师指导 不会 不会出这种事情 这是我们要晓得